首先的话这边有个尺寸漏掉 这边有个尺寸 从这个高度有 那宽度的话 宽度的话应该是从这边到这边是100 100的话这个地方 那高度就是125 那怎么画出这一个门 这里的话需要知道有个指令叫TK TK的这个指令就是所谓的追踪 也就是说我今天画出这个矩形之后 我知道这个端点 可是我想要画里面的这个矩形 我要追踪到这个点的话 就必须用TK的指令 追踪的方式 那我就可以追到这一点之后 再画出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的一个矩形 那真的画出一个矩形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所谓的阵列矩形 这个矩形正列就可以画出其他的矩形 这个常用到 那这里的话该怎么做 TK的指令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门的画法 首先的话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那矩形的部分就先在这个地方小老鼠 那先画出一个小老鼠 我们的这个宽的话是100 高的话斗点125 好Enter 先画出这个门的外框 再来的话呢 再来我要画出什么里面的这个点 那这个点上这个离这个端点总共10 也就是这个地方我在他的 X跟Y的这个地方有个点 我要画出一个矩形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点 我只要这个点的话怎么办 那接下来我就用TK的先画一个矩形 接下来矩形有没有 那矩形之后呢 马上按TK TK在这个地方按一个TK Enter TK Enter之后的话 第一个追踪点就在这里 然后再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拉 往这个方向拉多少呢 10Enter 再往上 往上多少 10Enter 那我就追到这个点 马上按Enter Enter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要去画出这个 这个矩形 at 多少呢 他的宽度是多少 宽度就是100 减掉10 再减掉5 再减掉10 就是75 那一半是多少 75除以2 对不对 然后再斗点 斗点的话呢 就是多少 125减掉多少呢 减掉 减掉上下20 105 再减掉123 所以是多少 90嘛 90 等于是减掉多少 减掉中间间隙 就是5 所以有3个是15 减掉35 所以是90 所以这边的话90 那除以多少 除以4 Enter 这个矩形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用欢形正列 正列的话先把它选取 用矩形正列 这边改一下 那特别注意呢 几列几行呢 刚讲过吗 横向是 四列 四列 两行 好 那再来 偏移 这边注意 列偏移 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 这边有个